好,那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我们李老师,李老师今天讲座的题目是活在机器人的世界。 好,我先解一下题,这个题目你看到是有括号,就是活在机器人,这个人是有括号的世界。 那其中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人是活在一个环境里面,而这个环境就是一个机器的环境,所以人是被放在括号里面的一个人。 好,另外解读是反过来,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到底人还算不算是人? 或者说我们反问一下,到底人是什么回事,是什么东西? 好,先看一下就是,我们进入这个所谓现代的社会,其实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蒸汽机的一个发明了。 好,你看一下这台的机器,这个可能可以代表了在十九世纪的时代,就是在尤其在英国这个地方, 这个机器发明,或者说不同的人在这个机器的一个研究上面,所带给我们现在整个人类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进入个机械时代的人类。 好,我们讲到蒸汽机,其实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个人的名字会冒出来就是James Watt,就是瓦特。 有一些的书籍就是讲到瓦特是发明蒸汽机,其实不太对,蒸汽机呢,其实不是瓦特发明的,而是瓦特之前已经有人在发明。 最早的时候呢,是在第一世纪里有人提出的这个观念,就是Heron of Alexandria, 就是亚利桑大,Heron,他提出这个蒸汽机的概念。 然后呢,到了十八世纪初的时候,就是Thomas Newcomen, 他就是把这个蒸汽机,这个东西,变成是可以在商业上可以用得出来的, 就是不光是个概念,也不光是个模型而已,乃是真的可以用在一般生活里面。 然后呢,在他之后,就是James Watt,就是瓦特呢,把他的蒸汽机改良, 而且是经过几次改良,之后呢,就产生很大的这个社会性的影响了。 那这个商业用途的蒸汽机,其实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用途, 一个是运输,就是在铁路运输上面的应用, 第二个是发电。 假如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是今天我们没有电的话, 整个世界会是怎么样的世界? 我很难想象,但是因为蒸汽机应用在发电这个事情上面, 所以呢,改变了整个世界。 好,这个是瓦特的蒸汽机,我不晓得这个是模型还是它的原样。 好,这个机械化带来什么的一个新的世界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归纳在有四方面。 第一个是使得世界变得更小了。 第二个是使得物质更容易获取。 第三个方面是出行更加方便。 第四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人类更觉得万能。 人类更觉得万能。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在这个讲到这个蒸汽机, 或者说从蒸汽机开始的这个机械世界的发明当中有五样东西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有象征意义的载具,就是vehicles。 第一种是火车。 那火车它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大量运输。 那当然它有客运。 那但是呢,这个商务的这个运输或货品运输呢, 是促进了这个商业贸易。 第二样东西就是轮船。 轮船它可以有,因为有远洋能力是促进了整个世界的联系了。 只要光是铁路的话还不行,因为铁路去不了美洲。 轮船可以。 然后呢,第三个发明,就是飞机。 当然飞机它的特性,或者说它特别的地方就是速度了。 就很快捷的速度,它缩短了地球距离。 船虽然可以达到整个世界的任何角落,但是呢,飞机是加快了这个速度。 好,然后呢,第四样发明,就是汽车。 那汽车的特别地方就是说,它能够提供个人的行动自由。 当然你可以走路,你也可以有自由,但是你走不远。 但是有汽车呢,尤其以后这个道路开通之后呢,你就可以开着车去比较远的地方。 你是增加了你的那个行动的范围。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汽车,这个是事实。 但是呢,就是说,能够开汽车,能够有汽车的人,他会找到他新的自由。 最后就是火箭。 火箭是能够脱离地球,落实一个梦想,就是超越地球的梦想。 以前没有人曾经想过,人可以离开地球的,但是火箭的发明是让这个事情变成事实。 这个机械化的正能量,第一就是因着这个机械化的时代来到呢,人类与生俱来那种限制被突破。 那这个限制包括什么呢? 托运的能力,行动的范围,还有地心引力,都被突破了。 但是呢,这个机械化还带来另一面的一个很巨大影响,就是量产的能力。 量产。 好,我们看一下,量产改变生活的意识,生活意识改变。 什么改变,意思呢? 就是人被格式化。 好,我们先看一下穿衣服的问题。 衣服的量产会成为制服。 你看一下,过去人穿衣服都很有性格的。 这个穿衣服代表一个人的独特性。 现在呢,量产之后,每个人穿的都是制服。 同一个设计,但是几千个人都穿同一套东西。 好,跟着第二个问题就是工厂的出现。 你想一下,你咱是工厂里面的工人。 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面呢,要学习与机器共舞。 人就成为机器的部件。 人需要接受被机械化。 被机械化。 好,所以你看一下,这个Charlie Trevlin,这个摩登时代。 大家有看过那个电影的话,你应该还记得这个场景。 就是他从早到晚,就是做这个动作。 动作。 他这个人,但是呢,做机器做的动作。 所以他下了班之后,看到在街上的一个女士,他这个衣服后面有两个扣子。 就好像他整天看到螺丝,螺丝钉或螺丝母一样。 他也很下意识地走到他这个女士背后那个扣子来去做同一个动作。 所以,人被格式化。 好,这个机器是工具呢?还是主人呢? 这个是值得问的问题。 第三个,我们主要注意就是这个住房的量产。 就是大楼里面的住户。 这个是大楼的产生,因为是量产住房的格式化产生的。 那使得居民在里面住的人也被格式化。 你想一想,这里是纽约。 在这个纽约的这样的城市里面到处都是大楼。 你住在其中的大楼里面,到底你是谁呢? 最后看就是大众传媒的问题了,或看电视的问题。 看电视,观众除非他有独立的批判思考,不然的话,他的思想也会被格式化。 你看这个就是人类的思想被魔灶的工具。 这个信息直接传到你的客厅里面。 好,这个思想格式化跟意识形态的关系。 这个思想格式化有个专用名词的,就是ideology,就是意识形态。 那当然这个意识形态呢,这个形态,这个是讲什么呢? 就是把思想看作是一个规模,或者说一个模子。 而这个模子要模造什么呢?模造你的思想。 所以,思想通过意识形态被格式化,是人类,注意,人类走向社会操控的底部。 刚才讲到这个机械化的时代的来临,跟着呢,就不光是机械了,而是资讯,资讯科技的发展。 好,这句科技发展,第一个是这个破冰的发展是电脑。 而电脑的发明到底是什么突破呢? 就是提升了运转速度跟程式化。 就是说可以,你预先写好的一个程序,它可以通过很快的方式,而把它演绎出来。 还有第二样的东西就是通讯网络。 那这个通讯网络跟电脑当然是有某一些关联性,但是呢,它是有不同的一个议题。 这个是网络的建立的议题,这个系统的问题。 这个资讯传递系统的建立,通过微波,通过这个电缆,通过现在这个FiberOptics,这个光纤,这些都是通讯网络的一些的管道。 好,第三是数据库,Database,这个数据库呢,它是主要的意义是大量资料的储存,跟可能的运用。 就是通过大量资料的收集之后有个地方储存,你能够储存之后就可以分析,分析之后可以运用。 那怎么样运用呢?这个是另外的一个议题了。 好,我们最后呢,会从刚才三种,或三个代表性的,这个资讯的发展,科技,会带进一个数据化的生活了。 那数据化,这个digital,digitization,这个数据化,这样的一个生活,有什么好处呢?是很方便。 数据化带来便利。但是同时候,在这样那么方便的生活当中,人将会被机器来管理。 人被机器管理。我举一些例子,第一个,银行服务,银行的业务,比如你个人的银行账户管理,跟信用卡的支付,都是通过这个数据的处理进行的。 第二个,是安全服务,包括开门。你能不能开这扇门,你可能输入密码,才能进去。 所以,安全服务,资马开门,当然不是资马,而是你要key in,你的密码才能开门。 第三个,是活动的管理。这个最代表性的,就是你坐飞机的时候。 你需要旅游证件,才能够通得过。不然的话,你门都没有。 第四个,是工管理。你上下班的打卡。 好,所以呢,你其实是被这个机器来管理你。 最后,社会管控,碾面识别。 你看这个女士多漂亮。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照片的背后, 其实就是你的个人的一个identity,你的身份的一个资讯。 而有人可以通过这个资讯呢,追到,把你追到天脚底。 所以我要想一个问题就是说,科技是带来方便,没错。 但是科技也同时带来危险。 所以呢,越方便的东西可能越危险。 你想一想,现在你手上的手机很方便,你随时可以打电话给任何人。 但是同时,这个手机把你定位。 政府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好,刚才讲到这个资讯的科技发展。 根据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 好,你看这一幅图,蛮有代表性的。 在右下角是人的手,碰到人的脑。 在左下角是机器人的手,碰到机器的脑袋。 但是因为机器的脑袋跟你的脑袋结合在一块。 而且不要忘记,你是在下面,机器在上面。 就是暗示了有一天机器会超过你的。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会不会长灵魂。 机器跟人有什么不同呢? 我想,一个很基础性的分别就是, 机器那个动,一般来讲, 机器的动是一种律动,就是按照规律而动。 因此呢,我们说机器是没有灵魂的。 因为它只是按照规律的动而已。 而人是活的,所以人有灵魂。 人是活动。 好,第二个问题。 但是机器会不会有一天也成为人呢? 就是回到刚才问的问题。 机器是不是有一天也会长灵魂呢? 那到底灵魂是什么回事? 这个是我们要问的。 所以这个自主意识机器会不会出现? 什么叫人类意识? 我们如何界定人类意识? 这个人类意识能不能够被虚拟的? 还是这个所谓可以被虚拟的人类意识只出现在科幻小说呢? 还是它可以真的成为实际呢? 好,我们要了解什么叫人工智能或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机器也会学习的。 就是通过经验的累积而学习。 他可以排除他走过错误的路, 他不再走。 他通过一个positive feedback, 就是他做一件事情做对了, 他记得下一次就按照做对的这个方式去做。 做的不对的, 他就会把它排除掉, 这样的一个重复的路径。 还有就是模拟主体性。 就是能够自主决定一个行动方案, 而不需要人工输入指令。 那这个就是人工智能, 起码是朝这个方向而发展的事。 这里我们用一个van diagram, 就是温室图, 来表达这个经验累积的结构。 你看这个图呢, 它最中央是最小的。 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的情况, 就是你是非常小的时候, 这个一两岁那个时候, 你的经历是非常有限的。 你刚出生, 而你正在熟悉你周围环境, 你可能所最直接知道或认识的就是你的妈妈。 你的妈妈就是你最直接接触到的人跟环境。 那刚才是你家里面的其他人, 这个妈妈、爸爸、兄弟姐妹等等。 还没有弟弟了, 可能那个时候, 这个哥哥跟姐姐, 假设是家里面有哥哥姐姐的话。 可能是你家里的猫、狗。 但是当你慢慢在长大的时候上学了, 所以你的那个圈子扩大, 然后你的世界也扩大, 你的经历也增加。 但是不要忘记, 其实你虽然是长大, 但是你过去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 经历会支配着你慢慢长大的所做的决定, 所做事的方式。 所以呢,简单来讲就是说, 最里面的就是你最早的经历, 会构成你之后的那个生活, 或者说你的个性的非常重要的条件。 所以呢, 越是现在的你, 越是表层的。 好, 这个是经验累积的一个结构。 你从这样的角度去想, 一个机器, 一个电脑, 一个尝试, 能不能够模拟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呢?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好, 那现在的AI, 其实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它是有一种所谓Deep Learning的情况, 就是深层学习。 这个深层学习主要就不是通过这个的指令, 就是你写这个电脑的程式的指令, 叫这个机器怎么样走, 不是了。 你只是需要给一些的范围, 而这些范围有一些的特性, 就是你给予一些特性, 让它去收集周围的讯息, 然后做一些的分解。 好, 比如说你可以叫一个机器来去识别大象。 大象。 那这里, 这个很简单的, 有几层。 这个最低层的就是, 你先看一下这个样子的东西, 它的边边。 这个边边, 比如说从直线的来去看, 就是这个屁股是斜的, 后面这个部分是直的, 这个背是平的, 这个头是向另一方面斜的, 然后那个鼻子是直的。 所以通过第一个层次, 就会得出类似这样的东西了。 但是这些不同的线条, 其实你和第二层次把它做一些的整合了。 这个整合之后, 就变成这些是有连续性的线条, 而有曲线的可能性。 而这些在上个层次的时候, 这些曲线呢, 可能在组合之后呢, 就成为了某一些的部分, 就是这个以后看到那个大象的某一个部分。 比如说这个就是头, 这个是腿的上半部, 这个是屁股的部分。 然后再上个层次, 你再把它整合之后, 就变成有一点像大象的样子。 好, 那这样的deep learning呢, 是不是人可以控制的, 而是这个机器本身, 当它做刚才讲到那个经验累积的过程的时候, 经过筛选的一个动作之后, 最后产生结果。 简单来讲, 是进入一个blackbox的一个operation, 这个黑箱作业的一个状况。 好, 这里是个很简单的图, 就是最外面的是这个人工智能, 大这个大范围人工智能。 那在这个人工智能里面呢, 有这个machine learning, 就是说机器学习。 但是呢, 机器学习的更加高层次是deep learning, 就是说这个机器学习不是一般的学习, 而是它自己学习。 通过刚才我讲的那个情况, 自己学习。 好, 这个呢, 是我两天前在电脑上玩的一个游戏。 那这个叫neural network playground, 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玩一下。 那这里是这个, 看到的schematics, 就是这个是输入, 就是从X轴Y轴的一个资料的输入。 然后通过这个第一层次的那个有八个neuron, 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一个斜度, 斜度的一种souter, 一个过滤。 然后呢, 再更上一层, 就是不光是一条线的斜度, 而是是有某一些形状。 然后呢, 再过一层。 这个呢, 不光是形状, 而且有某一些的结构, 非常简单的结构。 最后是output。 那这要做什么就是, 这些点呢, 其实是本来是橘色的点, 跟蓝色的点。 这个是, 这个机器要学习的东西, 就是最后要得出这些点的位置。 那这个我跑了32,913圈, 这个学习了32,913圈。 多次, 然后学到这个样子。 就是说, 这个机器现在可以, 基本上大体上可以找出这个橘色的点, 那个的范围, 还有蓝色的点的范围。 这个不是我教这个的机器怎么做, 而是呢, 当然这个都不是我设计, 我只是在上面玩而已。 只是需要输入某一些的资料, 然后呢, 通过这种filter, 它就会自己学习, 就通过筛选的方式, 就是累积经验, 而得出这样的结果。 当然它这个实在是很粗糙的, 但是呢,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这个model。 所以它这个是它的最终, 它是它继续下去, 不晓得多少百万次, 希望最后会得出这样的结果。 好, 这个图呢, 是表达了两种机器学习的一个比较。 在左边的这个所谓TML, 就是traditional machine learning, 就是传统方式的这个机器的学习。 基本上大部分是通过人工的一个程式设计。 然后呢, 机器有一些的学习这个经验累积, 得出结果。 好, 后面这个是deep learning, 就是基本上只是给他一些parameters。 就是, 然后呢, 让他自己学习。 然后得出这样的结果。 你看, 这个是非常厉害了。 就是, 这个是百分百的那个准确性。 人的情况是百分百九十五左右。 它到了2013年, 已经开始达到这个地步了。 九十,百分百九十。 到了2014年, 2015年, on the average, 就是说, 平均差不多已经到了人可以达到的那个水平。 好, 记不记得这个波音737 MAX? 我在2019年, 十二月的时候, 本来要去Calgary, 就是卡加利, 就是这个我在加拿大, 去上课的。 我到了飞机场的时候, 那个, 到柜台, 就排长龙。 我就莫名其妙, 就是为什么排长龙。 哦, 后来知道, 说, 那天早上, 那天早上, 这个737 MAX停飞。 我要做的就是737 MAX。 后来呢, 我还看到这个电视台的记者来访问排队的人, 我没有上镜头了。 但是呢, 就是说, 那天呢, 结果就飞不了。 我要到第二天才能飞。 那, 好在没有做737 MAX。 因为呢, 在之前掉了两架。 在2018年, 第一次掉是在Jakarta。 啊, 不是在Jakarta, 我不忘记是Jakarta, 但是在印尼, 印尼的航空公司。 第二次就是我坐飞机那一次。 之前, 我不想之前那一天, 就是在Ethiopia, 在非洲, 东非, 掉另外一次。 啊, 为什么会出现两次意外呢? 啊, 据了解是因为它这个飞机的城市。 就是, 飞机不光是飞机司在驾驶, 电脑也在驾驶。 而在这个情况是电脑override, 就是不让飞机, 不让人来去驾驶, 电脑自己驾驶, 那结果出问题了。 所以这个是AI也有误差。 所以你不要想它, 就是这个它给你开飞机, 你就十分安全。 不是的, 它会掉的。 会掉飞机的。 好, 那到底怎么测试这个机器跟人, 是不是有同等的那种的智能? 有一个数学家, 英国数学家叫Turing, 这个Turing呢, 他在1950年提出一个方法, 就是测试这个机器它的智慧能力, 或智能。 就是通过问答的方式, 一个人做发问的人, 就是在不知情情况底下, 同时测试一个人跟一个机器。 如果发问的人没有办法分辨出这个后面给答案的, 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部机器的话, 那在这个情况底下, 那个就可以确定这个机器的智能程度跟人的智能程度是同等。 这个就是所谓Turing test, 或图灵测试。 这个是图示, 就是C, 这个是发问题的人。 然后呢, A, 这个是电脑。 B, 是个人。 而当这个发问之后给的答案, 这个电脑给的答案, 跟这个人给的答案出来之后, 这个发问者没有办法辨别出到底, 这个A是人, 还是B是电脑的话, 那就可以确定这个A等同于B了, 在智能程度上来讲。 好, 根据是我对于Turing test的一个critique, 一个回应。 好, 有一句俗语就是, if it walks like a duck, quacks like a duck, it is a duck。 中文说法就是, 如果走路像鸭子, 叫声像鸭子, 那就是鸭子。 好, 这种的方法到底是什么方法呢? 是Inductive Approach, 就是归纳方式的一种测试。 这一种方式呢, 是不能回答一个本体的问题的, 就是人, 是什么? 这个问题, 他没有办法回答的。 还有, 这里不排除虚拟的被误认为, 以为是真实的。 尤其是考虑发问的人, 他的判断, 作为判断来讲, 没有帮于摆的, 完全无误的可能性。 这个是我对于Turing Test的一个 critique。 好, 再看, 按上帝形象而造的人, 按上帝形象而造的人, 到底是什么回事。 人是什么? 圣经怎么讲呢? 当然我们都晓得, 圣经说, 人是按照上帝形象而造的。 那我们光是从创世纪, 可以观察到三个特点, 就是讲到人上帝形象, 造的时候, 第一个特点, 人有管理万物的能力, 而这个的能力, 其实是赋予他一个特别的位分的, 就是一个君王的位分。 而这个君王的位分, 包括了权柄跟荣耀, 还有, 有自由。 在创世纪1章26节, 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创造按照他的形象而造, 跟着说使他们管理。 这个是很重要, 使他们管理。 还有在第二个创世故事, 在第二章19节, 那里讲到耶华让人为动物命名, Naming, 是非常重要的。 Naming, 命名其实是一个管理的权柄的落实。 好, 第二点, 就是这个创造, 上帝按照他形象的创造, 这是最高的创造。 这个是形格跟品格的可塑造性, 可以塑造成为好像上帝样。 好, 我们观察这个人的创造是在第六天的创造。 而这个第六天创造不光是创造人的, 第六天还有创造动物, 跟在地上爬的, 包括昆虫。 但是呢, 人是在第六天的最后创造, 表明了他是在整个创造的序列, 这个主体创造序列当中的最高等的创造。 这个呼应着第三天的创造。 第三天呢, 是生活环境创造序列当中最高等的创造, 就是有生命的植物的创造。 当然, 这里不是讲到人就是植物人, 是讲到植物是有生命的, 而这个有生命植物其实还是为了提供给动物跟人维持生命而用的。 所以它是环境性的一个东西。 只有人, 他既是主体, 而且这个主体可以跟上帝交往。 这个第三点, 就是能够跟上帝交往。 有发生真爱的可能, 发生真爱的可能。 上帝安置人在伊甸园, 并且是跟人说话, 这个很重要, 跟人说话。 发出保存这个爱的关系的要求。 你不要以为说上帝好像骂亚当或警告他, 其实是要给亚当一个的提醒, 如何可以保存这个爱的关系。 这个是在《创世纪》第二章15-17节。 我们可以这样归纳, 就是从神学的角度去归纳的时候, 从西方教会传统神学, 是从一个本性来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归纳为上帝形象是指什么呢? 就是有知、情、义, 好像上帝一样的情况。 东方教会传统神学呢, 是从关系来去看问题。 归纳出位格内涵跟位格延展。 这个位格内涵就是hyperstasis, 就是我们一般的语言来讲就是主体性, 人就是位格者是有主体性, 是个主体。 然后位格延展呢, 简单来讲就是可相交的, 可相交性, 就是说我跟你是可以彼此认识的, 可以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的, 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 机器有没有知、情、义? 机器有没有知、情、义? 机器人是否也有真正的知、情、义呢? 我们哪样来看? 首先讲的知, 我们在这里特别是讲的知识来讲, 或认知的能力, 我们把它收载为知识。 我们从这个资料库的功能来看的时候, 它会比一般人的知识面要宽很多的。 一般人不可能懂所有事情, 不可能的是, 但是机器它可能, 因为多加几个gigabyte, 一个terabyte, 它就可以储存更多的这个资讯。 好,情感。 机器会不会产生情感呢?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可以有情感流露的虚拟表现, 这个是可以的。 虚拟表现是可以的, 但是它不可能产生真的情感。 第三,意志。 意志是基于本这个主体性自由, 才产生意志。 你想一下, 就说你要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是别人告诉你要怎么决定, 而你做这个决定。 而是你自己愿意这样决定, 你才这样决定。 所以是有意志, 是有主体性自由。 人工智能的机器, 可以有对于本身这个optimized, optimization, 最优化的抉择过程, 它可以有的。 这样的一种过程的程序, 可以了。 也包括了从学习经验累积的结果。 看来是像有就意志, 看来像, 但是只是个抉择程序而已, 而不是真自由。 第二问, 我们从东方教会神学的角度去问, 机器能不能跟人建立关系。 我在这里是举了三个的例子, 与机器人的三个互动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Hey Google, 第二个层次是Buddy the Robot, 第三个层次是Sexbot。 Hey Google好像很好玩的一个玩具, Buddy the Robot比较严肃的关系。 那Sexbot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亲密关系。 这个Hey Google, 可能大家家里面都有了, Hey Google。 Hey Google能不能够跟人间的关系呢? 其实, Hey Google可能可以成为你的小百科。 他也可能成为一个万能秘书。 他也可能成为你的用人, 就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 甚至可以给你生日快乐, 给你庆生。 聪明可爱, 我们会惊讶, 人能够造出如此的东西。 第二个是Buddy the Robot。 他是老人的良伴。 Buddy the Robot他是模拟成为你的朋友。 说不定你以为他可以替你分忧。 你以为他也可以帮你减轻你的寂寞。 所以看这个老太太。 他就跟这个Buddy Robert在讲话了。 不晓得他在讲什么。 但是不要忘记, 这个只是虚拟的朋友而已。 终身对象。 Sex Bot。 Sex Bot可能是一个敏感话题。 这个牵涉到人的最深层的一个互动。 把自己尾身与跟你同等的对象去甘心乐意结合成为一体。 这个二人成为一体。 这个才是重点。 跟这个Harmony Say Hello。 现在已经不晓得是第几版了。 这个是Harmony 21。 为什么在知情情况底下, 仍然有人愿意选择全人投入呢? 我们需要有危机意识。 这机器成了人的危机意识。 是否会有感知能力的, 所谓sentient的机器人呢? 人按照这个形象造机器人, 模仿上帝按照这个形象造人。 人如果借此希望成为上帝的话, 结果恐怕将会沦落为机器。 机器会不会变成人呢? 还是人甘愿成为机器呢? 人类的自我崇拜是一条不归路。 这个是不是现代人的巴别塔? 我写的一首诗叫《现代巴别塔》。 我用广东话先读一遍, 因为我用广东话写的。 也是比较压运, 跟古音比较近。 好,《现代巴别塔》。 机器犹如巴别塔, 高耸入魂, 无不达。 惊叹首造何神功, 千军只是我一法。 是我一个多小时之前写的。 就是2021年10月1号。 这个是北美时间。 6点钟写的。 好,这个Nachesis。 这幅游画是Caravaggio1597到99年之间画的。 那这个是什么人物呢? 他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神话故事人物。 他是一位非常英俊的狩猎者。 他拒绝很多的女士们的追求。 最后呢, 是爱上自己在水池看到的倒影, 自己的倒影, 而终极上。 有一个说法就是, 他如此入迷, 到最后是掉进水里面淹死的。 这个英文的Narcissism, 就是从Narcissus, 这个人或这个故事人物出来的。 中文可以翻译成为自恋。 好,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自己是属于上帝的身份。 你是有上帝形象的儿女。 有王子之尊, 是管理万物的权柄跟自由。 有高尚品格, 是被塑造成上帝性情的。 是上帝所属, 发生彼此尾身的真爱是可能的。 你还可以进入永恒的生命, 就进入三一上帝香蕉当中。 自恋有解药。 奥古生建议, 要仰视上帝。 不要往水里面看自己, 是往上看, 看上帝。 这是Extensio。 最后是给大家看一幅名画, 就是Rembrandt和伦伯朗的《浪子回头》。 17世纪的一幅画作。 大家都知道圣经故事讲到《浪子回头》了。 就是这个浪子, 他花了他父亲给他的财产之后, 花进了就回家。 在一无所有的情况底下, 他的父亲其实在等着他, 等着他回来的那天。 最后等到了, 把他再一次接纳回来。 我们看他这个父亲的神情, 他不是站得很直的, 他是弯的腰, 侧着头。 看他两只手是按着浪子的背。 他的右手跟左手是不同的。 你看右手是比较右嫩, 左手是比较粗大。 有人这样来去分析。 当伦布朗画这幅画的时候, 他是刻意这样画的。 右边是女人的手, 左边是男人的手。 既有女人的温柔, 也有男人的那种能力。 用这个来去呈现这个父亲所代表的上帝。 他既是温柔的, 但又是有能力的。 我们也可以好像这个浪子一样。 虽然是一无所有, 但是仍然能够回到天父的怀抱当中。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分享。 谢谢大家。